天,以似时循环,孕育森罗万物,如同圣者般,尊尊会面,启笛天下。 当我们领受经典不大精深,深身体会先主,用心良苦, 愿如烛光一盏,重燃华夏,望待光芒。 十二年,坚守道的真谛,宁静淡泊,心静无欲。 他是海城市政协委员,海城市传统文化促进会副会长,山东青岛白莲书院国际交流协会会长,大莲市华夏文化促进会顾问。 多年来,受国内外无数次邀请,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泰国,缅甸,菲律宾,乃至整个东南亚地区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他,就是培育了近千余名传承圣贤文化教育人才,救助数名师学儿童的千德传统文化教育基地的创败人,谭凤涛院长。 十二年间,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挽救社会人心,提升公民道德涵养,为祖国早日实现中国梦,日以继夜地坚守在承传中华传统文化命脉的岗位上,无私地为大众服务着。 千德传统文化教育基地的成立,开启传统文化教学典范,使无数人们获得智慧的启迪,为传统文化粘延万事,奠定了坚实的。 奉朝迭剔,江山公义,文汉典章,几经勒厉,淳王断续,是不可不鸿意。 唯有切实力行,方无惠先祖万事功绩。 华夏文明光彻大帝,智德之教,胜未忍。 让我们共同寻求心灵的又一次洗礼。 各位领导,尊敬的各位长辈,尊敬的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顺目好。 非常感恩,我们沈阳市,两年省政府的各级领导,还有沈阳市政府的各级领导,也非常感恩罗杰会长, 还有我们所有义工老师,各位家人们,给候选的一个机会呢,能够来到省城呢,跟大家一起来学习。 刚才我听到啊,那个罗杰会长啊,跟大家分享啊,我非常的感动。 那么我们辽宁啊,能够这么好的洪洋传统文化呢,也得利于呢,我们省政府啊,还有市政府的支持。 还有我们各位家人们的支持,最重要的是有一位好的带头人,啊,就是罗杰会长。 那么我们辽宁省呢,已经举办了,啊,大家看上面嘛,啊,第39期了。 可能在全国来说呢,是举办论坛会最多的省份,啊,嗯,大家说我们赶不赶到,啊,荣耀啊。 大家一定要知道,有圣贤教育的地方就没有灾难,啊,我说的这个灾难呢,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人生的灾难,啊,人生的灾难,大家要知道啊,教育是最重要的,建国军民教学为先,啊,那么教学,他教的是什么呢? 就是道德,不管谁来讲啊,他讲的就是这两个字,刚才,啊,我们的罗会长不也讲吗? 哎,让我们知道啊,这个根本的教育,根本的教育是什么?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大家,现在呢,社会上出问题了,你要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 是我们没有根了,啊,就是,违背了道德的根本,你就会出事了,啊,啊,有的人说,我也没啥事啊,啊,啊,老主宗教我们啊,啊,但是呢,都有因果,啊,啊,那么老子讲得很清楚啊,啊, 做福无门,为人制造,上恶报应,如影随形,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呢,哎,立即都报,我们想不想,啊,到道散报啊,到道福报啊,到道乐报啊,想,没有一个人不想的,我们这个世间的人呢,社会上的人呢, 大家每天都在祈求,怎样能够过上好日子,怎样能够幸福,怎样能够健康承受,怎样才能够有智慧,啊,说简单一点啊,谁也不愿意让自己家里面有灾难啊,谁也不愿意让自己的儿女呢,哎, 没有地位啊,都望子成龙啊,但是大家要记住啊,如果我们没有教育,我们的子女能不能够真正的成凤成龙啊,成才啊,啊, 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现前社会的,种种的问题,我们就知道了,我们期盼的那个儿女,能不能真正的成才啊,啊,我,作为一名义工啊,是义务来为大家服务的,那么我们这个学院呢, 啊,其实呢,就是大家办的,啊,学院里面呢,有这几种孩子,第一种,啊,是啊,这个孩子有远大的抱负,他想,发愿,为, 网圣祭绝学,啊,为万事开太平,他发愿,要弘扬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所以,他立志,要学圣贤教育,弘扬圣贤教育,挽救社会人心,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能够传承下来,这是一种, 还有一种呢,就是,啊,父母离异了,啊,这个孩子呢,在家里面没有人管的,啊,那么,爷爷奶奶啊,姥姥姥爷呢,他们就把孩子呢,哎,送来了,啊,因为,家庭没有教育,啊,长辈呢,根本就管不了,所以,这是一种, 还有一种,就是,啊,孤儿,啊,也没有人管他,父母离异了,你说他是孤儿吧,父母还在,啊,有父母吗,没人教他,啊,就这几种孩子,啊,那么,还有一个,还有一种呢,就是,哎,已经毕业了,啊,走向社会了,但是呢,被社会染污了,染污得很严重,啊, 我看到这些,啊,情况啊,才发心来做这个事,啊,那么,这个已经做了很多年了,啊,我深有感触啊,啊,教育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教育是持久的事,孩子呢,也不是一天就改变的,啊,教育难度非常大,啊,所以我们国家,在教育的投入里非常大,啊,啊,你看现在,啊, 学校呢,就免费了,啊,那个,职业技术学院呢,都免费,都免学费了,这就是国家投入的,啊,那么国家投入这么大,有没有效果呢,啊,啊, 前几天呢,我们内蒙古,啊,满洲里,啊,有一个大公司,啊,这个公司呢, 人力资源部的,啊,一个老师,他带着他大学生的女儿,啊,来见我,来见我,干什么呢, 他招工,他跟我说,啊,这个大公司呢,啊,老总呢,就是那个董事长,啊,他是学传统文化的,学圣贤教育的,啊,他就想把这个公司,啊,啊,集团公司,变成,啊,圣贤教育的基地,还是企业呢,还是教育基地, 然后呢,就发布信息,招工,啊,啊,但是招了很长时间,也没招来,啊,他就来找我了呢,想让我来帮助他招聘,啊,嗯,他给我拿了一个招聘的招聘书,拿了一大堆,啊,我看,眼睛都晕了,啊,各位最高的职位是什么,总经理, 啊,啊,各位有没有想去的,啊,最高的职位是总经理,副总,还有部门经理,还有各,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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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啊,分厂的厂长,啊,最低的就是员工,啊,要招多少呢,三千多人,现在他们单位有一千多人,啊, 这么长时间招来多少呢,没有几个,啊,也就是说,他要招学习圣贤教育的员工,这样的人,可是呢,全国各地招啊,没有几个,啊,招不上来啊, 然后为什么要招呢,我说那就跟大学生去大学学校里面去招聘吧,他女儿在身边的跟我说,老师你不知道啊,我就是大学生啊, 我说那你就跟同学们去互动一下吧,他们毕业找工作不好找啊,把他们招你妈妈那个企业区,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哎,他说老师你不知道,像我们这样的大学生,也没有几个做得好的,我说不对啊,大学里面不就学习吗,怎么做人吗,怎么做事吗,他说现在不是这样啊,啊,大学生里面也招不出来几个了,啊,我说那不就麻烦了吗,啊,就因为他跟我说的这句啊, 我特别震撼,所以大学生毕业了,他们不愿意做事,不用心做事,不是找不着工作,是有工作没人干呢,那为什么会这样啊,这不是教育出了问题吗,然后,那个公司的老董事长啊,他讲, 他说如果不学传统文化呀,不明白因果道理呀,不知道感恩,不知道孝敬啊,这个员工到单位去干什么你知道吗,去破坏 他们是从俄罗斯进口木材,全是好的,进来木材以后呢,在满洲里呢,这个企业里面加工,然后销往全国或者全世界 他说木材进来的时候啊,是上等的好的木材 但是员工呢,不好,啊,就把好木材给换成坏的木材 换成质量,啊,低级的木材 然后这个,上等的木材呢,卖高价,啊,就这样偷梁换柱,啊,董事长也不能整天上车间去看呢,发现这样的问题,董事长意识到,我们这个企业需要企业的文化,啊,企业文化靠什么呢,啊,靠管 还是靠教呢,啊,他悟到了,靠教,靠教育,啊,所以现在他们企业里面也正在开展传统文化教育,啊,但是,到三四千人,还要招三千人,没办法了,啊,那我们辽宁省啊,已经举办三十九期,啊,论坛会了,啊,但是我们 中国啊,来说呢,哎,辽宁省呢,是做得最好的了,啊,因为论坛办的最多,啊,各级政府啊,都非常支持,他做得最好的了,那么我们能选多少名这样的职工呢,哎,我们问一问呢,看一看,也知道了, 所以这个教育啊,是扎根的教育,从什么时候开始学呢,哎,老主宗教我们呢,同盟养正,啊,孩子不是叫不好,是我们给惯坏了,啊,我们溺爱,啊,也就是说,该管的你不管,不该管的你已经, 盲目的瞎管,就胡乱管,啊,孩子到后来,哎,就分不清是非了,所以呢,他不愿意听你说话,啊,现在大家看呢,你做母,做父母的,哎呀,在耳边呢,苦苦的叮咛,那个孩子哈,一点感恩心都没有,啊, 啊,他打动不了他心,啊,他不知道,他母亲,在对谁说话,那昨天我的,我们学院就期待了一个,啊,家长,那我们那个,李俊农,啊,同学,啊,他跟我说,老师啊,外面来一个家长领个小男孩,啊,但是那个小男孩,从上楼梯开始,一直打他妈,啊, 啊,边走边打他母亲,啊,说您能不能见证他,给他开导开导啊,啊,哎呀,我接待了这个母子呢,哎呀,我就知道了,说母亲有多么的可怜,啊,我们养儿啊,育女啊,目的是为什么,啊,说是那小孩15岁,小男孩,山西的,啊,嗯, 山西大同的,啊,千里迢迢来干什么,啊,就是来解决孩子,不听父母话的问题,他这个不听话是干什么,打,啊,他妈妈咳嗽了,啊,他妈妈说我每天都在被他折磨,啊,所以我们想一想,啊, 是我们自己折磨自己呢,还是孩子折磨我们呢,啊,我问了个小孩,你为什么要打你妈妈呀,啊,他说,我看他我就生气,我不但看他生气,我看家里人都生气, 所以我就要打他,啊,同学们,啊,看父母生气,啊,我问他母亲,你儿子小时候,你有教育过他吗,叫他怎样来行校吗,怎样听你话吗,啊,他家里面呢,丈夫还有公公婆婆都是医生,啊, 啊,医生是救人的,啊,但是现在呢,家里面人都埋怨这个母亲,所以把孩子给带坏了,啊,所以,他母亲现在呢,就是没有任何办法来,帮助这个孩子,啊, 我因为时间有限呢,我没有跟他交流时间太,太长,大约半个多小时,但是我看他对我说话,也,我说的话,他也听不进去,啊, 啊,本来我们这个学院呢,举办夏令营就是让我们的家长跟同学们去受一次教育,他说我看他呢,没有想在这学习的那个想法,啊,我跟他母亲说,你要少说,多做,要给你儿子做好样子,不要整天的在他耳边没到,他就烦了,啊,要去做去,啊, 啊,我们要去孝顺父母,孝顺公婆,把样子做好给孩子们看,多参加一些公益性的活动,让孩子有爱心,让他有感恩的心,啊,我们这个论坛会干什么呀,啊,就是爱心的教育,好,实现中国梦是什么梦啊,人人都能够 现出我们的真心跟爱心,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梦,啊,那不就和谐了吗,啊,那么鲁迅先生啊,他讲过一句话,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啊,这蕴含了一体的理念,诚如弟子规里面讲到,凡是人,皆虚爱, 天同父,地同在,啊,也就是说,啊,我们要有博爱之心,人爱之心,啊,不拘泥于小爱,啊,要是诸父如是父,是诸兄如是兄,啊,啊,要将心量,啊,哎,无限地扩展到,爱一切人,啊,我们没有爱心,刚才, 罗会长讲啊,啊,我们都不知道爱自己,啊,包括我们都在内啊,你所有的行为,就是你的思想言语行为,啊,都是害你自己的,啊,得行就是孝行,孝行在哪里体现出来呢,就是首先,你要爱你自己,啊, 啊,那不是智识的吗,对啊,你都不爱你自己,你能爱别人吗,你读圣贤书,你要干什么,一定要知道,懂得自尊自爱啊,也就是说,你要自觉啊,我们所有的家庭不合,事业不成功,学业衰败,啊, 通通通都是你不自尊,不自爱造成的,啊,我们不会自,自爱啊,啊,那昨天,深圳的一个,呃,家长带着两个孩子来了,啊,我接待他们,啊,啊,啊, 这个姑姑带着侄子 那个母亲带着儿子 来见我的时候跟我说 这两个孩子 从来没有接触过 传统文化 孝道 她说她的意思说 我怕他们 两个来了以后 不愿意在这学 跑了 所以先来见见您 帮我们开导一下 要不然 不听你都跑了 先让我给她安安心 然后我说 要想在这学好 先得断掉烦恼 那什么是 孩子们的烦恼的 因缘呢 烦恼从哪来的呢 就是手机游戏 我说你先把那个手机 放下 因为手机不拿了 就跑不了了 真的还挺听话的 我说现在就把手机交上来 交给谁呀 不是交给我 交给你父母 交给你家人 这两个小孩真的挺听话 马上把包里的手机 电脑拿出来了 交工了 父母就是工了 我也看有效果 我跟他讲 我说两位同学呀 你长得这么帅呀 这么帅气呀 学习成绩怎么样啊 不知声了 学习成绩不太好 他妈说的 好什么好啊 整天上网打游戏 我说你看 我说你看你母亲说了吗 你学习不好的原因是把时间浪费了 都用在上网打游戏上面了 我们花的是谁的钱呢 父母的血汗钱 我说你来这里干什么要知道吗 他说不知道 我说告诉你 在这里面就学习 怎样来孝敬我们的父母 我说你懂孝敬父母吗 没学过 不知道 我告诉他 孝敬父母第一条就是要 听父母的话 我跟他讲啊 你看我快五十岁的人了 我也没有忘记 父母对我们的尊尊教诲 小时候父母说的话 都在我们的思想脑海里面 遇到事的时候 父母的叮嘱啊 就出来了 你不听父母的话 你绝对要辞亏 我说我们就教你怎样来 孝顺父母 来奉事师长 听老师的话 听父母的话 你这两条做到了你的人生就是觉悟的 你的生活是幸福为满的 我说你们现在这个十五六岁的孩子们没有人生的目标 学习不上进 因为很辛苦 学了很多 特别累的话 那么人生有没有目标的 没有目标 这是最危险的 为什么危险呢 有一首歌里唱到啊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这是唱给老师的 孩子们呢 长大以后 你们就是父母 你们就是这个社会的动良之产呀 这个社会不是说我当官的 我搞科研就是社会动良 就连农民都是社会的动良啊 你倒会种地呀 现在我们想一想 我们会干什么呀 我们除了会上网玩游戏 会跟父母横 跟老师吵 跟涂鞋打架 还会什么 会自私自利 还会什么呀 其他的我们都不会呀 我说你要珍惜这个机会 希望我们今天来参加这个论坛会呀 今生能够闻到啊 圣贤教育呀 你要珍惜这个机会呀 不是今天我们来听一听 回家说没什么意思 讲得一点都不好 我一听没什么用 完了 你把你自己就毁了 怎么毁的呢 圣贤教育是智慧的教育 你要接受这个智慧的教育 你才能觉悟人生 你还没有录进去呢呀 还没有彻底听明白呢 你就否掉了 完了 这比智杀还厉害呀 各位啊 为什么说要 知书打理呢 你得把那书学明白了 多读多听 然后再打理呀 打理是打什么理呀 觉悟 觉悟宇宙人生真相的道理 觉悟你的行为的道理 觉悟你怎样 孝亲尊实的道理 做人的道理呀 我们明目明白这个道理呀 古大德讲啊 心安理得 理得心安啊 我们现在理得了没有啊 做人的道理 成圣成贤的道理 人耻不爱的道理 懂了吗 通了吗 没通 没通 心怎么能安呢 没通 怎么能够去奉献人生呢 怎么不知识之力呢 为什么大家都出了问题 你每天看新闻 一会儿蹦出来一个 这个省什么领导出事了 一会儿蹦来一个 什么什么就出事了 一会儿飞机掉下来 我的天哪 你敢看新闻吗 为什么都这样的呢 就是没有理得心安 你成功了不是真的假的 害你自己的呀 那昨天我回家 我儿子给我打电话说 帮你回来吧 我干什么呀 回来咱俩研究研究 我说研究什么 出事了 他妹出什么事了 研究研究 郑国藩呗 他说郑国藩是学佛的呀 二十八岁 就悟到了 他说郑国藩 学佛的 二十八岁悟到了 我听 这个老师在讲 郑国藩的事 他说 郑国藩二十八岁就悟到了 他悟到以后 他是怎么奉献人生的 怎么为国效力的 为民众服务的 哎 我说这个挺有门啊 我听我儿子讲这些 大家说我要不要回家呀 其实我不想回家了 因为我今天要来 省城嘛 我都高兴的 半宿没睡觉啊 然后早晨六点半就要出发吗 我跟我儿子说 我说 我说我今天要上沈阳啊 上省城啊 上大地方 他说那算了吧 那你就别去了 你就别回来了 后来他又发信息 他说你还是回来吧 我想让你明白明白 那爷我说你 黄蕊鸭的没退 口气不小啊 让我明白明白 我说曾光芳 我早就知道这个业 他说知道你未必能做到啊 真气人 我说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春天晚上回家以后 我找他算账上去了 我说你这你什么意思 你这没看起老爸啊 他说不是 他说咱们都得学习啊 你看中国 中国发言先生 怎么来运用佛法的智慧的 怎么来运用圣贤教育的智慧的 他没有脱离生活 没有脱离社会 没有脱离国家 相反 他用觉悟的智慧来为国家 为大众服务啊 爸呀 咱们应该这么做呀 我说我这些年其实就跟圣贤学的 但是没做好 我希望你也能跟圣贤学 在你的岗位上能够像中国藩一样去为国效力 他讲啊 他讲的条条实道 我都学过上来 真的 我家孩子呢 我没有 像我们学院那些孩子 我跟他在一起啊 因为他中学 他就去私立学校了 因为没有时间照顾他 我整天在学院呢 没有时间管他 但是 我深深的知道啊 上梁正 下梁就正 上梁歪 下梁就歪 那么我没有时间管他呢 但是他也没歪 为什么各位 因为我是跟圣贤学的 我不吸烟 不饮酒 哪个女的找我走 我也不跟他走 我儿子还是不吸烟 不喝酒 哪个女的找他 也不跟着 这不根就牢固了吗 为什么 这是行笑啊 吸烟喝酒 乱交女友 这是补孝啊 还有呢 工作不认真 贪污腐败 这些都是补孝顺父母 从小扎的根 他妈比我还厉害 其实我没做好 还是他妈厉害 告诉孩子啊 不该花的钱 占一分不要 听懂没各位 不管你做官呢 还是经商 不敢你 拿的钱 你千万不要 其实我家 孩子他妈比我有德行 真的 有一次呢 小二啊 他妈带着小二去超市 小二小呢 就拿了一袋小食品 放在那个包里面了 是那个框里面的 穿账的时候就没算 他妈 他妈知道以后啊 他妈看见以后 给小二一顿严厉的批评 说 这是 小偷的行为 我们怎么能做这事呢 小二说 收银台那块 不是一起交钱吗 说这个小 小件根本就没交钱 赶紧回去送钱去 五毛钱回去送钱了 所以啊 教育非常重要啊 我们家里面呢 我也没做好 但是 没做好呢 我尽量往好上赶呢 各位 你们得往好上赶 就像好样子学 就叫往好上赶 那什么样的人 是好样子呢 你得要知道啊 这个世界 你看到好样子了吗 大家 看没看到啊 看到什么了 你是好样子 我是好样子 就这德行 还好样子 看什么好样子的 哎呀 没出事都挺好 出事 啥好样子 你全凉了 心全凉了 当你知道 你父亲在外面 有一小事的时候 你还说 好样子吗 是好样子吗 是什么呀 挺能的呀 我气死了 不是好样子 那地质规交了门 什么是好样子 你知道吗 能亲人 无限好 得日尽 过日少 不亲人 无限害 小人尽 百事坏 谁是好样子啊 圣贤人 老子 孔子 四家 牟尼佛 这是好样子啊 那我们国家里 有没有好样子啊 有没有啊 每年都有 十大校旨评选 他们是不是好样子啊 我们的习总书记 是不是好样子啊 你承认吗 还有我们安山的 好样子 你知道是谁吗 大脸声说行不行 我们安山 辽民的好样子 就是郭明毅啊 是不是各位 郭大哥给我们 做了一个好样子 郭大哥是活雷锋 都活雷锋啊 所以我们要向他学习 他就是有一颗 仁慈博爱的大心 他是真干的 所以我们把孩子 交成这样的人 那我们大家说 我们的家庭 是不是和谐 幸福美满的呀 我们的社会 是不是安定的呀 哪有犯罪分子的 一个都没有 那就是人人 都是圣贤子弟 人人都能做圣贤的 圣贤也不过如此啊 我没有直接跟 郭大哥交流过 但是我听郭大哥身边的人 讲过 他特别的朴素 特别平常 他讲的都是圣贤 讲的道理 所以各位啊 我们要学圣贤啊 学圣贤 做圣贤 才能够把心量 扩大到爱一切人 而我们知道啊 犯爱众的纯心 其根基在于孝 所以我们要知道 孝 从 至心开始 从家庭开始 进而呢 要扩展 有很多人说 哎呀 成圣成贤 非我等之士啊 我怎么能成圣成贤呢 所以说 跟我没关系 我不学了 其实呢 我们要学明白圣贤书 你不难懂啊 卢家也好 道家也好 释迦摩尼佛也好 他们讲的是什么 我们把它归纳总结 就是一个字啊 什么字呢 孝子 一个有道德的人 大家说 他能不能行孝啊 他是不是孝子啊 是啊 说 一个有道德的人 他是圆满孝道的人啊 也就是说 你能把孝道做圆满了 你才是真正的成圣啊 成贤啊 所以 成圣成贤的标准是 孝道圆满 没有什么神乎其神的东西啊 圆满孝道 容易不容易呢 容易啊 从小孝 变成大孝 从爱自己 爱家人 到爱一切众生啊 爱一切大众啊 不是我们 爱中国人 就不爱外国人了 凡是人 结许爱啊 当我们听到 马航飞机遇难的时候 台湾飞机遇难的时候 各位 你的心 是怎么样子的 是不是很悲伤啊 各位是不是这样啊 是啊 这就是我们 有一个犯爱重的纯心 我们不想要世界上有战争 不想要家庭 人生有灾难 每个人都期盼 世界和平 世界大同 安定和谐 但是有一个前因 就是我们 首先要行孝啊 家庭 是社会的组成部分 是社会的细胞 我们家庭不合 社会 怎么能安定和谐呢 孝经云 不爱其亲 而爱他人者 为之 被德 不敬其亲 而敬他人者 为之 被理 也就是孟子说的 亲亲而人民 所以啊 中国治古就有 忠臣出于孝子之门 说这个啊 是 中国 几百年上千年的 不变的 忠臣都是出于孝子之门 这个说法 古时候选官员呢 叫 举孝廉 啊 不像我们现在 是靠能力 啊 靠学历 啊 在过去的时候呢 是靠德行 德行 手中的是 他是孝子 啊 推举这个地区 孝顺廉洁之人 进行培养 而后参加考试 进行评定 哈 由此呢 我们就明了啊 一个人要树立 高度的责任感 哈 小到 为一个家庭 大到 为 整个社会 为国家 要做出贡献 哈 其前提呢 就是要扎好 孝之根 哈 所以呀 要构建和谐社会呀 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啊 需要每个人 从 至身 啊 修起 啊 从身起修 从孝做起 哈 这是 中国文化的根 哈 也就是说 我们每个人要知道 你要从孝道 开始做起 啊 孝行呢 在我们的行为上面表现出来 哈 我们的行为呢 就是首先 我们要身体力行的去做 你有孝心 没有孝行 哈 这是空谈 这就是说 你光知道了 没有做到 啊 就光缩不裂呢 那是不是真正形象呢 不是 有很多人呢 可会说了 哎呀 我对公公婆婆特别好啊 要如何如何的 但是做没做呢 没做 这叫玩人呢 玩老人呢 有的人呢 他明白了 他不做 他不说 他只是去做 他不说 其实 做最重要 说不重要 为什么呀 基因德嘛 我们的基因德呀 在哪儿基因德 在孝敬父母这儿基因德 在奉侍师长这儿基因德 在兄弟和睦这儿基因德 老主动教我们 要德因至孙 那我们缺德呀 你想一想啊 昨天我在学校的时候 好 我去校区转 然后有一个家长 他看见我了 就跟 就过来跟我说话 我说你干什么呢 他说你看我儿子走了 他儿子背着包走了 我说他怎么走了呢 他说 学校不要他了 他说呀 我养他四五六岁了 老师呀 你说他走的时候 怎么跟我说的吗 拜拜 拜拜就完了 这个做父亲呢 就在那儿看着他 看他儿子走 他儿子头头不回 就拜拜了 他说我现在管不了他了 他说我现在特别难 他是一个男的 也四十几岁了 他说我现在管不了他 他母亲也管不了他 谁也管不了他 他四五岁 我说回去也不是办法呀 他在这儿也不行啊 那么我们学院也给他开除四五次了 各位 为什么开除四五次了呢 他来这里面呢 把在学校的习气都带到我们学院了 他会 拉拢一些孩子 跟他一起干 干什么 打架 结财 没结社 结财 怎么结财呢 就跟其他同学要钱 然后自己随便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每次来以后 那我们那儿都出名了 你不要他 他爸爸实在没办法了 说我们这儿是他 救命的稻草 最后一线 但是我们这儿 再仁慈 爱再大 也没办法呀 因为他不要你爱呀 你不改你的习气 你就是不要父母老实社会爱你呀 不是你被社会抛弃了 被父母抛弃了 是你自己把你自己抛弃了 然后你的苦就来了 没有父母的人 那不是孤儿吗 大家听世上只有妈妈好那歌吗 我唱一句给你听好不好 因为我总也不想我妈 所以诚差不多忘了 你会唱呢 我们一起来唱好不好 世上只有妈妈好 有妈的孩子像个宝 透露妈妈的怀抱 透露妈妈的怀抱 幸福像不了 世上只有妈妈好 世上只有妈妈好 美妈的孩子像个宝 透露妈妈的怀抱 幸福像不了 好 每次呢 我们听到 世上只有妈妈好这首歌 我们大家怎么样的感受啊 对母亲的爱 是不是马上就升起来了呀 那么以后 我们是不是要多唱这首歌呀 八十岁了 就是我们的母亲八十岁了 他爱不爱我们呢 依然爱我们 那我们要不要孝敬父母呢 那好 我们下面看一个图片啊 这个是在网络上传得很 很广泛的 九十岁的老人 生病躺在床上了 被饿了将近一个月了 每天只是自己摸索着喝一点水 就这样坚持一个月 老人被层层的锁在房间里 听到动静 老人就出于求生的本能说 喂我 喂我 老人的儿女说呀 如果给他吃饭 弄脏了 谁去搞卫生呢 各位 大家看到啊 这个图片 这个图片 你就无语了 就是说老人 他吃不进去东西 我们怎么做呢 医院里面有啊 补营养的蛋白 也要给老人的 去补蛋白 维持老人的生命 如果老人家 他能吃东西 做儿女的 为什么不给他吃东西呢 那我们看到 他有五个子女 这是好心人听到了求救生 然后来救这个老人 但是也不一定能救了这个老人 因为老人的儿女 就要把他饿死 不喜欢 不喜欢别人来过安 大家说 世上只有妈妈好 妈妈好不好啊 怎么对待妈妈呀 这个是爱妈妈吗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图片以后啊 这是真实的事例呀 我们就要生起来 孝敬父母之心 孝敬一切大众之心 一切男人是我父 一切女人是我母 中国人要团结起来 爱我们的国人 团结起来以后 我们再去爱世界人民 因为我们有本了 如果我们都不爱自己 不爱我们的父母 不爱我们的国人 各位 国外会不会欺负我们呢 你知道会欺负你就好 所以说 家和万事兴 国和永太平 那么我们要知道啊 古圣先前的教育呀 他从扎根教育 就教你定在孝涕 要你定在伦理 这个五伦五常 视为八德 也就是说 你一起心一动念啊 言语造作呀 生活也好 工作也好 待人接物啊 他都非常有个常规 他不违背呀 这个规范 他心是定的 所以你要学圣前教育 干什么呀 让你守规矩 这个规矩呀 不是给你束缚起来了 那规矩不是捆绑你的 规矩是规范你的 好比说我们是开车的 各位 你开车的 要不要遵守交通规则呀 不遵守交通规则会怎么样啊 是不是灾祸临头啊 我们几天就能看到全国交通事故 出现交通事故 为什么会出现重大交通事故呢 就是我们没有遵守交通规则 为什么你身体出事了呢 没有遵守你生理的制言规则 你家庭为什么破碎了呢 没有遵守家庭的伦理道德 你的孩子为什么违法犯罪了呢 没有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这个规则 出事了呀 所以我们怎么能不学人生的法则呢 你想好 那是妄想啊 不能好啊 那怎么想好就不能好的 你得做好啊 想好没有方法能好吗 孩子能不能教好 能教好啊 我们去年夏令营的时候 有一个父亲带着孩子来见我 来参加夏令营 他们说你举办夏令营干什么呀 举办夏令营就是给大众一个学习圣贤教育的机会呀 让你扎稳这个根 让你心定下来呀 你每辈这个伦理道德 每辈这个常法 常法就是自然之法 儿子女儿要孝敬父母 这是自然之法 这是常理 你违背这个常理 你家能不出事吗 你心能定吗 你有一个儿子天天给你惹祸 你能定得住吗 那我们首先你要定住啊 你兄弟不合 你没有定啊 你不像父母 你撒到阴望 祝贺多端 你往哪定啊 把这个父亲带着孩子来参加夏令营 在操场上呢 看见我了 他跟我讲 他说老师啊 我带我儿子来参加夏令营 我非常感恩你们啊 但是我儿子打我呀 我说你儿子这么胖 你体格也挺好的 怎么能打 他能打你呢 他说我管他就打我呀 我说今天打没打你 没有 那你就带他好好学吧 我说孩子你可不能打你爸爸呀 那多丢人呢 我们夏令营上千同学来看 你打你爸爸 那你爷爸爸怎么活呀 地理归讲呢 身有伤一亲忧 得有伤一亲修啊 你打你爸爸 这得有伤一亲修啊 那你父母蒙修啊 然后就过了几天 过了几天 他爸爸领他来见我了 见我的时候呢 他爸爸气得都不行了 说老师你快救救我吧 又打我了 哎呀 我说我也不是警察呀 这咋管呢 正好我那个桌子上 办公桌上面有一个台历 台历上面有孔老胡子 教我们觉悟的话 也就是地址规的细节 我在看他爸说话的同时 我就看这段话特别对他有益 我就把这段话给写下来了 写了以后我就说 你去那边念去念二十遍 我也没告诉他爸孩子念什么 然后他就念去了 我就跟他爸俩就交流 我说孩子打你啊 你有问题 你指定是没做好 因为他有因果嘛 有前因必有后果 你从小惯着他 溺爱他 现在打你 就是天经地义的 因为什么 你从小惯着他 溺爱他 就是让他来打你 是不是各位 因为皇上就是这样的吗 你竟吃用皇上来了 皇上说你就说 陈在 是不是啊 那你看清朝的电话 扎 扎就是我在 陈在 孩子什么时候 呼你什么时候 陈在 一呼百应 要什么 给什么 就是不能称神咒六号上天了 因为名格有限 如果说能称神咒六号上天 那你都能让你儿子去 所以说你看 你把他灌的 就是他是皇上 你是什么啊 陈民 你不听皇上呢 皇上怎么样了 那杀你就不错了 朕恼怒了 你儿子是皇上 朕恼怒了 恼怒了 执行家法了 家法不是你 你管他 是他管你啊 一家一个女孩也是这样的 男孩也是这样的 现在就生的是皇上啊 哎呀 俺家孩子都是皇上命 你知道不啊 家庭的皇帝 公主 一家一个这样的 你管不了啊 但是 我给他念了 写了一段话 他念了二十一遍以后 我说过来念完没 念完了过来了 我说这段话讲什么意思啊 老师我错了 我说你出哪儿了呀 不孝父母 猪狗不如 我说你以前不知道啊 他看到爸 他没教过我 我说你看 孩儿的爹呀 孩子说了 你没教过他怎么听你话呀 他不打你才怪呢呀 你没教过他 孝顺父母 他哪里跟别人一样 他哪里跟外面人一样 你知道不 吃你 喝你呢 拿你呢 还打你呢 是不是这样的 你没教他吗 我说孩儿啊 这回你也怎么做呀 老师我错了 爸我错了 我说知道错了 要改 回去吧 从那天开始 我没费什么话 知道不啊 他教育不是 让你出什么点子 搞什么花样 你用吗 多累呀 读圣贤书 就完了呗 诗圣书 读百八十本啊 诗书五经十三经 通都学呀 累不累呀 你搞什么 你要做什么 做卢学家呀 辛苦不 不用啊 把最重要的学了就行了 那学什么是最重要的 弟子规 孝经 诸子之家格人 于静义公 御照神迹 了凡四信 感应天 十善业道 地藏经 这些经典 你学吧 你把地理规 学好了 你 你就是人呐 圣贤之人呐 那学圣贤之人 还没成呢 你看 不是没有办法呀 那我天天讲的话 不把我累死 才怪呢 累死都 也没人给我 开吹道会 活该 是不是各位 不用你那么辛苦 老师家长 愁的呀 就往我学校领了 领了给我 跟我讲啊 你看我一天 哎呀我的天啊 我天天 期待这些这些人 这些孩子们 要么就是郁闷的 不知声 来一个 愣头愣脑的 不知声 要么就晃 晃晃晃 哎呦我的妈呀 全是这样的 还是怎么 这么多呢呀 哎 那香港来了一个家庭 啊 香港来的家庭啊 这个 旅的 是学传的文化的 啊 又开一个数字店 他账户是干什么呢 这账户是开 海鲜大酒楼 开三个海鲜大酒楼 生意特别兴隆 但是呢 家破碎了 啊 现在这个妻子 这印妻子呢 那天 啊 香港的同学 带他来见我 啊 他看到我以后啊 他说呀 哎呀 我从香港来的呀 解决不了 我们家里的问题 还是他爸 说什么都不相信 因果报应 啊 也不相信什么 孝道 传统文化 什么都不相信 还开海鲜大酒楼呢呀 他说那个大龙虾呀 都 都 都这么长啊 杀龙虾都这么长啊 啊 我那是虾神呢 还有虾井啊 还有虾样啊 嗯 各位 那 那么大的龙虾杀 他杀牢多了呀 他给我杀的我呀 死我老洞的 啊 那大螃蟹每天 香港人父啊 啊 世界各地都去那吃海鲜的 他手爪 跟螃蟹爪一样 老洞的 然后那孩子啊 就没有一会儿老实的时候 他说我要忏悔呀 他说我找你来 见你呀 就是我要忏悔 我有罪业呀 我说你有什么罪业呀 他说我跟那孩 他爸俩是 第三者呀 我是小山啊 我说我看你 挺文静的 怎么做小山呢 他说没学传统文化之前 我文静什么呀 我文静 人家夫妻感情挺好的 我就把脚伸进去 给踹开了 给家庭破坏了 然后我就怀这个孩子了 现在这个 现在这个 他还不是合法的夫妻 就把人家家庭硬给拆散了 多厉害 金国英雄啊 就是生巴硬套 给你劈开了 我说给劈开以后 你感觉怎么样啊 说我现在想离开他 各位 我今天有个歌词唱的什么呀 没有的总相有啊 得到了还盼望 是不是啊 没有的总相有 得到了还盼望 这位有了 有没有追啊各位 有载货 他因为我嫁一个香港的大款 没成想 遭了罪了呀 他跟他一天好日过都没有 那个小孩生下来以后啊 你和女孩久睡 我今天讲课他都能听听 我说你回家也上 视频区 我们去论坛会 你就听听你那个孝道 是不是欠亏 你德行是不是有损呢 损你的德行 德行每天都在减少 就损德行 就像这杯子似的 装满了这个干露水 但是杯子有个孔 有漏的地方 各位说装多少 是不是漏多少啊 不孝父母 不行善不敌德 就跟漏斗一样 你以为你叫什么呀 以后就叫漏斗 真的呀 你每天找人起来 我不叫漏斗 我不做漏斗 我要培植福田 我要孝养父母 我要奉侍师长 我要行善积德 你就补漏呗 不孝父母缺德 做恶多端 你漏斗呗你呀 漏斗叫漏气 就是你不成气 古圣仙以前 拿什么做标准衡量我们呢 各位 你得要知道 知道啊 中国人这个不知道 你 别出国了 丢人呢 是不是 丢人 中国人连 怎么中国人都不知道 你 你不丢人吗 老主要教我们怎么来积德呀 来培福啊 来修行啊 行孝 行善呢 就这两件事啊 行善不能等 行孝不能等 这就叫积德呀 那么 孝经开中名义章就讲啊 孝乃得之本也 教之所由生也 老师教什么 教孝 父母教什么 教孝啊 孝乃得之本也呀 说孩子不是教不好啊 能教好 我们得有办法呀 我们现在 嚼尽脑汁想办法 你看这个孩子 半个月的夏令人下来以后 父子欢欢喜喜的回家了 什么事都没有了 谁说教育得通过几十年呢 那是我们方法不对了 习总书记现在 他发现问题了 所以你这个领导人呢 你要能发现问题 然后找到最好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我们做家长的 做老师的 你能不能发现问题 发现孩子 学生的问题吗 做企业领导的 发现员工的问题了吗 发现问题 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了吗 用什么办法来 帮助我们 员工 学生 孩子 把问题 给解决了呢 说古圣先贤 是我们的老祖宗 他对我们的爱 是真爱 他在几千年前 就把我们 现在人 要出现的问题 通通都给我们 说出来了 方法 怎样改过 解决问题的方法 通通都交给我们了 在哪里呢 世书五经 十三经里面 通通都是帮助我们 觉悟的 方法 帮助我们 化解 现在人的 思想 灾难的 方法 我们的灾难 最大的就是 思想的染物 思想染物 你心就不安定 你心不安定 你就会出事了 你看现在人 追求什么 刺激 追求刺激 越刺激越好 我问过吸毒的同学 我说你吸毒 它有什么 有利 有益的 是舒服 还是什么什么的 你给我介绍 我们没吸过 也不知道什么滋味 他说 特别刺激 吸完毒以后 我就飘啊 飘啊 飘 飘起来了 我说真飘起来了 他不是 感觉就飘了 特别飘 我说 飘完以后呢 又下来了 然后 那你是 感受一次 还是整天想飘啊 他说老师 你不知道啊 就想天天过那种 飘的日子 我说飘来飘去 你不还得回来吗 他说 他说现在不就回来了吗 回来找我了呢 那家长找我了 空了找我了呢 我说孩啊 飘来飘去 不就落下来了吗 落下来不得 还得现实吗 各位 是不是要现实啊 现实你不还得活着吗 你把所有的钱都去 变成毒 毒资了 去买毒品了 你怎么活着呀 你是潇洒的飘了 飘哪儿去了 各位啊 身体飘天上去了 妄想 毒品把你 毒成了妄想症了 你哪儿飘了呀 你没飘起来呀 你看现在人 他不是寻找刺激 思想扭曲 他还拿着 以恶为能啊 还很高兴的 你看我 多潇洒呀 有很多人去酒店里面开房 去吸食毒品 就年轻人特别多 还有四五十岁的 所以我们身心不安 怎么能够和谐呢 而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呢 人心不安定了 心不安不定 做出来的事呢 会怎么样呢 我们看 国际上的战争 人与人之间的对立 斗争 子女不孝父母 父母不会教育子女 这就是斗争 战争 斗乱的根源 那是五轮颠倒了 人们每日 说思想的是什么 都是享受 只是享受 满足自己 不会去想别人 甚至都不会想父母 你说麻烦不 所以我们大家要转变 我们的观念 一个家庭 一个团体 一个国家 大家心要往一块想 这样的我们 才能够真正的 是长治久安 说我们做 弘扬传统文化的义工 我们发的什么心 大家要知道 挽救人心 挽救家庭 挽救团体 挽救社会 挽救人心 我没有那么大的 什么 宏伟的目标 说成圣成贤 成什么的 就是说 我们大家都能成人 人员之间 和谐的共处 互相关心 互相爱护 减少 对立 减少斗争 我们这个国家 才能够 延绵 千休万代 我们的子孙 才能够 幸福快乐 所以我们要 跟现实生活 要结合呀 每看到新闻 国外 被封割了 我的力量就来了 因为我们要去讲呀 要去教学呀 把圣贤教诲 介绍给大家呀 你看乌克兰 乌克兰被分家了吗 两派 乌克兰 他们 乌克兰内部的 阶级斗争 导致 马航的飞机 290多个人 是不是 无辜的上升了 那些专家 都是荷兰 国际 研究 艾滋病的 专家 大家说 损失多大呀 内部 斗争 导致 国际灾难 你想一想 所以我们 要保持 高度的 一致 跟谁 保持高度的 一致呢 跟党和国家 不管谁 出问题的 国家 不能出问题 党 不会出问题 党 有党的 章程 国家 有国家的法律 法规 它是不会乱的 乱的是 不爱国的人 不孝父母的人 他把国家 把党 给弄乱了 但是我们要相信 党 相信国家 就像我们要相信 古圣先贤的教诲一样 所以我们中国人 要有凝聚力 我不是唱高调 说你老讲这干嘛呀 我要 我要爱人 弟弟归你们讲的 犯爱重吗 一切男人是我父 一切女人是我母 看到孩子们 都是我的子女 看到 我们同龄人 都是兄弟姐妹 看到年长的 都是父母 你这样想 你会害你的父母吗 不是你的父母 他有困难了 你也要帮助他 是我们的父母 我们为什么不去尽心尽力 孝父母呢 所以我们辽宁人 要给全国做好样子 辽宁人要喝 中国人要喝 我们56个民族的兄弟们是一家 所以不要互相的残害了 我看到有一些想不开的人 他们在公交车上面投炸弹 炎烧 能用汽油炎烧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 都应该去惭愧 忏悔自己 尤其是做家长 做老师 做领导的 有责任 我们没有做到公平 没有做到及时的去 帮助他们 才会让他们 做出这么极端的事来 所以这个圣贤教育 我在这里面也 来呼吁我们的政府 不要再怀疑圣贤教育了 要把圣贤教育 在我们全省 还有全国 赶快的普遍弘扬吧 人人都能教好 关键是我们怎样来教他呀 就把地址规 这一句话落实了 凡是人皆需爱 天同父地同在 我们五十六个民族 真正能身是一家人呢 要不然 他们对我们有什么 有排斥 虽然在一个国家 他因为我们 跟他没关系 所以他们来 伤害我们 我们要把他 当成我们的父母 当成兄弟 这样我们 五十六个民族 都是兄弟了 这是真的兄弟 我们要把圣贤教育 在祖国的每一个角落 都能够弘扬 让我们五十六个民族的兄弟 都能够学习 中国古圣先贤的教会 让他们知道 我们是一家人呢 一个美国人呢 曾经开个玩笑 他说 现在西方人几乎 都肯定中国人很聪明 如果拿世界上的人来比呢 一个比 一个一个的比啊 中国人就是第一 两个两个的比呢 犹太人第一 如果三个人呢 相比呢 他们承认 日本人第一 然后 他们用一种 讽刺的口吻 就反问 中国人 为什么 不团结 意思说 中国人 聪明 智慧 是世界 第一流的 可惜呢 不团结 只为自己 不为别人 这是值得我们呢 深思的 他昨天呢 我又记得了一个 来自日本的 一个母女 这个母亲呢 她是中国人 她去 日本呢 已经十几年了 她找了一个 日本老公 生了一个 日本的孩子 她姐姐有 她姐姐身体也不好 她回国来 探望她姐姐 然后 她来我们学院 看一看 跟我交流 说要把 她的小孩呢 也送来我们 学院学习 我说 日本教育 那么好 为什么不在 日本学呢 她说不行了 各位 不光中国的教育 出了问题 日本也出了问题了 她说 日本的教育呀 都是从中国 传过去的 也就是说 日本人来中国 请法 把中国的儒家 教育 请到了日本 在日本呢 民众呢 大家共同的来学习 来 例行 所以说 人家 看起来 表面看很文明 是不是各位 但是她说 她家小孩呢 现在也学 弟子规 大学论语中庸 还学佛法呢 就是无量寿惊 什么 她说 她家小孩啊 去他们 日本的学校里面 去对照一下 她说 妈呀 我不想在这学校里面了 她妈说 为什么呀 她说 现在的小孩 都不会说好话 我说 不对呀 日本人可有规矩了 他跟中国人 老主公学的 他可有礼貌了 她说 老师不是这样的 现在已经都被西化了呀 日本人也被西方化了 说话也是 也在脏制了 也没礼貌了 所以她母亲 想把孩子呢 带回国 她说 哪也没有中国好啊 她说 我爱主国 我还要回国 各位 但我们中国人 就要把呀 我们的不足啊 给弥补上 日本人 三个人在一起呢 就是第一流的 我们 一个一个的比呢 我们是第一流的 大家说 我们大家都在一起 是不是第一流的呀 是 我们大家要 大家在一起 是世界第一流的 这就是目标 这叫和谐呀 今天这个时代 是名利的时代 大家 攀木 虚勇啊 追求 名利 自私自利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的人呢 贪心 非常重 就是 贪吃 贪碎 不干活 不爱干活 不请年轻人 叫干活 他说 我 没干过 我干不动了 那他消费呢 那精神头就足了 所以都是 满足自己的欲望 不愿意去管 管别人 说日常生活当中啊 就把自己呀 看得非常重 心里面 没有别人 他就叫自私自利 满足自己的欲望 不会理会他人 所以呢 现在的人 发财了 心就坏了 现在社会呢 这种现象是什么呢 人富有了 父母就没有了 发财了 心就坏了 富了 父母就没有了 丈夫 妻子 孩子都没了 说过去呀 我们想发财 现在我们看来呢 想发财 得有德 有德 才有财 有财 才能 才有德 德才要兼备 才是真正的福德 不然的话 我们这个财留不住啊 为什么 败家了吗 老主动教我们呢 修妻 毁地 到老不计啊 说有钱了 就换老婆了 先换车 后换房 是不是各位 先换车 后换房 最后 老婆孩子全部 换掉了 孩子他也不管了 真的有狠心的人了 男的也有这么狠的 女的也有这么狠的 真的孩子他也不看了 所以我们要知道 心得好啊 心里面要装着 父母 要装着家人 要装着社会大众 要装着国家 我们每个男人 都有责任来 承担这份 立国立民的重担 不是说我自己 有持有住就完了 那你太自私了 你在哪一个层面上 到敦伦尽奋 闲邪纯承 你在哪一个层面上 你做父亲的 尽你本分 做好你的 父亲的 本分事 做母亲的呢 你要做贤妻良母 相夫教旨 把你本分事 做好 叫尽你的本分啊 做儿女的呢 那你是学生 你就要用功学习 这不是各尽本分 就叫敦伦尽奋啊 不要有私欲呀 尤其是我们对家人 你跟家人有私欲呀 你想一想 你是 你是什么样的人啊 你跟你的妻子 跟孩子 跟父母有私欲 那你不就是 败家的吗 你自己付了 把钱拿走了 到外面去搞你自己那一套 这家不就被你害了吗 养家糊口 养家糊口啊 你得知道养家呀 家里面有父母 有妻子 有子女的 他糊口啊 说男人呢 要知道养家糊口啊 不要有钱了 发财了 有地位了 就抛弃次 弃子啊 不管父母啊 说男不中良 女不柔顺 变得寻乎平常了 男人外面有外遇 女人在外面找情人 这些现象呢 是比比解释 刚才我给你介绍香港那个 女同学 她就是啊 现在她学传统文化了 她知道自己有罪呀 她跟我讲啊 她说我的行为导致人家里面妻离止散 她丈夫的前一位妻子呢 领她的 她的二儿子过 她丈夫呢 领她大儿子过 她呢 领的小女儿过 她说 她说 现在我们家里面就叫四分五裂呀 各位你看 是谁破坏了你的家庭 是你自己 是我们 不觉悟的人 不孝父母的人 有没有好报应呢 没有 那个 她 她丈夫的 前一位的妻子呢 她生两个儿子 二日跟她 母亲 这个大儿跟她 跟她父亲 她说 我不敢见 那个大儿子 为什么 二十六岁了 见面就打架呀 要杀她父亲 她说说不是哪天就给我们杀了呀 各位 这是不是自己送上门来的呀 自己找事啊 各位 男不中良 女不柔顺 自己找事害自己呀 人家儿子要杀你 她说不敢见面 人家生这个女儿呢 从小没有教育 还是这个姻缘 这个家庭出生的孩子怎么样 那个孩子 有女孩 你看啊 没有一会儿老实死 让我看 她说你看 她说你看 在我办公室里面 一会儿老实死 没有啊 她说我们家里都 都丑死了呀 各位 天灾人祸呀 是谁 让他降临到你头上的呀 是你自己 你想错了 说错了 做错了 看错了 你后面果报就来了 远报儿孙 尽报神 你这第三者插足 做情人 把你的藏物给撬来了 你马上灾祸临头 为什么 你生的女儿天天灼你呀 闹你呀 哪有安宁的日子过呀 他说我现在将功不过 我开数十殿 我行善积德 我印传统文化的光铁 书给大家发 我说有没有用 有用 别人学好了 你还没好啊 别人好了 我为什么还没好啊 你这个严重的不好 国不是那么容易转变的呀 中国老主中 没有一个不信因果的呀 现在你讲信因果 大家看你眼神都不对 还信因果 那什么因果 还有 有很多人都不信因果呀 各位呀 有没有因果报应啊 想必应生 你去过 你去过寺院吗 去没去过 都去过呀 新年的 新年的钟声已敲响 各位 钟声响了 有没有声啊 哎 想必应生 一敲上去 终于响了 声出没出来呀 想敲钟就是音 发出声音就是果 因果是不是同时啊 你要记住了 因果同时啊 你去寺院里面 听钟声干什么呀 就让你知道 想必应生啊 你一敲它 声音就出来了 那个钟声 是干什么的呀 是不是教学呀 门钟声 烦恼轻 离地狱 出火坑 他们有的人说 山神晚上我得上寺院去 我要敲钟去 我第一个敲钟 你要第一个觉悟啊 敲钟就来年吉祥 错 把钟砸碎了 也不能吉祥 是不是啊 敲钟长鸣 才能够吉祥如意 那敲钟的时候要想 你要这么想 我起心动念 思想言语行为 只要起心动念 有这个行为造作了 后面有没有果报啊 想撞钟撞了 有没有声音呢 想撞钟的时候 就是起心动念 撞钟中的就是行为 发作声音就是果报 好懂吗 好懂啊 好懂 好懂就是闻钟声 烦恼轻 烦恼就没了 为什么 知道因跟果了 那咱因上就要种正因 我们国家领导提倡的 要弘扬正能量 什么是正能量呢 断恶修善 怎么断恶呢 孝顺父母 遵循 轮常大道 这伦理呢 就是五轮 常就是 人以理智性 这五种 这是五轮 五常八德 你遵循这个五轮 五常 八德 那你就是 断恶修善了 你就 烦恼轻了 智慧长了 什么是地狱呢 你的烦恼就是地狱呀 当我看到香港的一个同学 他今天只能在网络前 听我 在讲他的 我讲你呀 就是救大家 你是香港同胞 港澳同胞 都是同胞吗 我们不想同胞们 在送你那样的苦 招你那样的罪 你那就是地狱 为什么呀 整天谴责自己 现在 要跟丈夫在一起过吧 大儿日判断丈夫了 大儿日 一回来 我砍死你 各位 他大儿 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发脾气了 我砍死你 他不敢回家 他不敢去丈夫那 带着女儿呢 女儿还总闹他 他打他 他说我现在 我怎么办呢 跟这个丈夫 不能在一起生活 带这个孩子 又重新管不了 各位 这是不是阴间地狱呀 有一些人迷信 说地狱在地下 跟地狱在哪啊 地狱在地下 还在地上啊 地上 地上 气人 人气人 能气使人呢 他不生气 我告诉你吧 你就知道了 地狱在哪啊 这不是觉悟了吗 地狱在哪呢 在心上了 生气不是地狱吗 你不是地狱是什么 生什么气啊 天生生气 不是天生在地狱里吗 地狱在地狱 在心上了 圣人告诉我们 一切没心照 我们为什么不照天堂呢 各位 为什么不照极乐呢 哪是极乐呀 没有烦恼 就是天堂 就是极乐呀 怎么说呢 没烦恼 就是天堂极乐呀 对呀 为什么 自在吗 你自由自在 那不就是天堂 那不就是极乐吗 我大家每天的心 我要上极乐 我要上极乐 哪是极乐 还上极乐呀 烦恼 寄图题呀 烦恼放下来 就是觉悟 觉悟就是极乐 觉悟就是天堂啊 怎么让觉悟呢 要善圆满 那不就是觉悟了吗 从孝父母 一直到扩展 孝敬一切众生 凡是人我都爱 你不就是天堂 你不就是极乐的人吗 你就自私自立 就在想 这男的长得挺好啊 很有钱 我怎么把他弄过来呢 完了你就地狱呀 你把人家怎么害惨的 你就什么果报 丝毫不爽啊 所以我们现在看呢 离婚率很高 就像家常便饭一样 我们看一看这个 调查的 这个报道 关于离婚率的 这个报道 希望我们做家长的 做长辈的 做子女的 要遵循老主中的教会 家和外事心 要有责任啊 你要知道你的责任 你要来承担你的责任 每个人都 知道自己有责任 来承担自己的责任 那么你 就是最幸福 最美满的人啊 最有智慧的人 那么你就是 最快乐的人 我们大家共同来 维护这个社会安定和谐 怎么维护 你就承担责任 千万不要离婚 在你谈恋爱之前 你要想好 昨天我接待一个女 女孩 我记不住了 我现在说着大健忘啊 他问我 他问我 我现在要离婚 行不行 我说要离婚 你说行不行啊 我说离婚 谁敢说 你离婚呢 我现在我就 看了我就生气 我恨死他了 我当初那爱哪儿去了 爱哪儿去了 各位 当初他没没暴露出来 我说没暴露出来 你就跟人上床啊 他说他当初的时候 我看的挺好的呀 现在年轻人都这样啊 见面就 就开房 开房就上床 生米做熟饭了 你说怎么办呢 现在毛病全出来了 我想跟他离婚 老师你给我出族主义 离还是不离 我说决定不能离 有没有小孩 有了 那更不能离了 他说我跟他没感情呢 我说 现在人多可怜呢 讲感情 各位 什么时候讲感情 成家立业来讲 讲感情吗 他那讲啥 讲亲情 谈恋爱的时候 讲感情 感情好 来一起恋爱 恋爱有果的 生孩子的 就是亲情的 讲亲情好不好 别讲感情了 感情就好和不好 亲情没有好不好 是不是各位 你跟你父母的亲情 还能好不好吗 你跟你子女的亲情 有好不好吗 你爱人跟你连在一起 那又亲情了 你还什么好不好呢 你自私自利 你还会有感情 讲感情 你不读圣贤书 你才会讲感情 读圣贤书 讲理智 讲智慧 讲亲情 讲责任 不是讲享受 谁成家业呢 还朝山牧师 跟外面找人 那不是中国人干的事 现在随便干了 完了 社会混乱 就是你随便干 跟谁都行 这绝对是灾难的 让我们看一看 这个关于 这个社会调查 这是人民网的消息 说去年我国 离婚350万对 离婚率连续十年增幅 远超了结婚率 那民政部的网站 日前发布的 2013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 公报就显示 去年我国依法办理 离婚手续的 一共是350万对 相比2012年增加了近40万对 增幅是12.8% 而且这也是自2004年以来 我国离婚率连续十年递增 那与此相对应的是 去年各级民政部门和婚姻登记机构 总共依法办理结婚登记 1346.9万对 比上年仅仅增长了1.8% 离婚率的势头 是大大高于了结婚率的增长势头 那有专家就认为 离婚率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社会开放程度成正比 未来我国的离婚率将继续上升 并处于高位的运行状态 那我国现在处于一个社会的转型期 人们对待婚恋的观念 确实比较复杂 不排除因为房子等物质条件 而发生的技术性离婚 那未来呢 中国的离婚率还会继续上升 在到达一个顶点之后 逐步回归到较高的水平稳定下来 那对于这个连续十年上的离婚率 新华网就提出了一个疑问啊 就说责任和担当都到哪去了呢 文章就说 解不谈离婚率的逐年攀升 已经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隐患 仅仅从对孩子的影响来说 离婚对孩子的伤害 是永远无法弥补的 据调查显示 担心家庭的孩子患抑郁症的可能性 比一般家庭的孩子要高两倍以上 甚至还可能会影响孩子以后 对婚姻的态度 这就会是一个恶性的循环 另外呢 中青网也评论说 离婚率递增 提醒婚姻更要且行且珍惜 文章说 其实对于不断攀升的离婚率 有人早就建议要提高离婚的难度 比如说在法国 如果离婚 必须先分居三年以上 很多国家也都有类似的规定 这或许确实就有一定的道理 很多人呢 离婚的时候 往往是由于一时的冲动 离婚了就后悔了 但是碍于面子 却又不愿意复合 但是不管怎么说 婚姻其实都是最好的修行 希望夫妻们都能够且行且珍惜 我们看到当今社会离婚率节节上升 而夫妻关系是一个家庭的根本至关重要的 从报道中我们看到离婚率 离婚对于孩子的伤害是无法弥补的 单亲家庭的孩子患抑郁症的可能性 比一般家庭的孩子高两倍以上 甚至还可能会影响孩子以后对婚姻的态度 此外呢 当离婚率越来越高的时候呢 一定会带动社会的另一个现象出现 就是犯罪率也就越来越高了 既有关调查了解 关进监狱的孩子呢 百分之八九十都是来自于不健全的家庭 因为家庭已经出现状况了 就不可能给孩子良好的教育了 所以孩子做人做事 的根基就很脆弱 一旦踏入社会呢 很容易因不良的外在的环境 走到臭的道路上去 所以离婚率会带动犯罪率 那么我去过一次山东 我以前讲过这个事例 每次我跟大家交流学习 我都要讲提醒大家 就是千万不要离婚 离婚以后啊 那个爷爷奶奶呀 姥姥姥姥爷呀 长辈呢年纪都大了 把儿女推上给他们 他们交不了 他们只能给他钱 他们管不了他 年纪大的人呢 他腿脚都不不方便了 所以他还能跑能跳的 他根本就看不住啊 那我去山东监狱的时候啊 去上课 那个监狱长给我介绍 我们那时候去监狱上课啊 那个一个14岁的小同学 他监狱长把他请出来来见我们 然后让他也讲了 也讲几句话 他就讲了他的家庭 他父母离婚 没有教育 然后这个小孩呢 就天天上网 上网后来就偷盗 小童小摸 然后因为上网啊 小童小摸呢 就违法了 违法被警察老叫过 有一次呢 他就去上网 因为没钱 回家跟奶奶要钱 奶奶要钱 奶奶没给他钱 他把奶奶杀死了 然后他是他奶奶 从小拉扯大了 拉扯长大的 但是后来他把他奶奶杀死了 杀人呢 所以我看到 这个势力的时候 非常痛心 我在这里面也呼吁 我们的社会呀 学校不应该让孩子辍学 我们国家有教育法律法规的 九年义务教育没完成 不能让他流露社会 流露社会以后啊 我们的社会呢 那些 遇落场所 就是18岁 青少年儿童 不允许去的地方 我也希望我们这个社会的 所有的 从事经营行业的 就是娱乐场所的这些 长辈们呢 还有商人们 我们要能够为国家 为社会 承担一份责任 就是不让他们去 这些 他们不应该去的地方 就是青少年 不应该去的地方 如果他们过早的 去接触了那些 游戏呀 还有什么社情的 什么那些染污的地方 他的人生就毁了 我们要 多创办一些 社会的 就是传统文化的 培训班 或者培训学校 让我们这些 辍学的 还有初中毕业的 高中毕业 没考上大学的 这些孩子们 能够去那里面学习 把这个德语 这个课 给他补上 要不然 他们以后的生活 是非常惨的 他们不懂生活 他们不会生活 他们不会创造财富 他们就是享受 享受得不到 财产 钱财 就要去抢劫 偷盗 危害社会 那前天 我们海城的 有一个同学 他给我打电话 他说 您在家了吗 我说在啊 我说你有什么事啊 他说 我想把孩子带去 您给我教育 教育吧 我说 你不也学传统文化了吗 你就自己教育呗 我说 我事可多了 没空了 他说 你给我一会时间就行 然后那就来吧 我这个人就是 没啥能力 你说 但是 人家求我了 我还不好意思 其实我们也帮不了什么忙 他就把那个三个 把孩子带来了 其实不是带一个孩子 带了三个 还有朋友的孩子都带来了 然后带了以后 我说 什么事啊 要我说什么呀 他妈说 我儿子啊 他这三个朋友 三天没回家了 我问同学们 你们几个去哪了呀 去同学的亲属家去玩了 玩了三天不回家 那么母亲呢 把他找到以后 说不行 赶紧去找谈老师吧 开导开导吧 最小的15岁 最大的17岁 我问你 我问你 我说你们三个进去干什么呀 他说我们三个 没什么事上网吧 就跟一起 闲玩吧 我说你没有 没有想要做点什么吗 那么你这个十七八岁 正是好时候 没想干点什么吗 他说没啥干的呀 没什么干的 我说你15岁 正是上学的时候 为什么不去呢 学不进去 不想学了 后来我就给他讲 我说 这个人呢 如果没有 无所事事的话 就会惹事生非 闲脸 闲着没事 就会惹事生非 这是最危险的 我说你看一看 外面的小孩 多少个 违法犯罪的 还有被 打伤打残的 打死的 都有啊 我说你们现在 是最危险的时候 要听父母的话 不要到处乱跑 晚上九点之前 必须得回家睡觉 晚饭要回家吃 跟父母一起吃饭 父母不愿意 让我们做的事 我们决定不能做 违背父母训 违背圣人训 那你就要出灾难了 他说这三个孩子呢 还挺听我话的 后来我给他出主意 我说我也是 大连汽车学院的院长 我说你们三个 十五十六十七正好 大连汽车学院呢 是国家的省重点的职业 中等职业技术学院 相当于中专 我说你可以去那学习 那里面的老师校长啊 都在弘扬传统文化 那时我去大连 参加论坛会 带着我们的学院的学员 去分享汇报 汽车学院的校长 还有他们的管理层的领导 都去听课了 听完以后 他们如获至宝啊 回去以后就开始在 他们学院里面 落实弘扬地质规 落实圣贤教育 上次大连举办论坛会 他们学院去了三百名义工 各位 这三百名义工 全是学生 啊 反应想特别强烈 孩子们能不能教好啊 各位啊 老师愁的呀 头都白了 没办法 你看 这个汽车学院的老师 校长有办法 都学好了 我给他介绍 我说你去那学习 汽车学院里面保证你 两年毕业以后 工作包分配 是 员工 就是工人 就是技工 一个月 最少三千 到四千 那么 你要去去到一个 汽车行业啊 什么4S店呢 汽车工时 生产汽车的地方啊 还有修理汽车的地方啊 那么就 还有上万了 我给这几个孩子讲 你要有一技之长 你不能学 文化课 考大学 给社会 做更大的贡献 你要有一技之长 养活你自己 养活你的父母 我说你看你爸爸 多瘦啊 多瘦啊 我问他爸爸 你做什么工作 他爸说 我是做立功的 就是 罢工 就出力气 挣钱的 他说我现在 他爸说我现在 都50块50岁了 干不动呢 去哪打工 都不要我 年纪大了 身体不灵活了 打工赢 不要你啊 我说你看你爸爸 打工挣钱 多不容易啊 没有技术 孩子们你还小啊 等你们过25岁以后 你还跟父母要钱吗 你还看父母下班 吃饭吗 你看父母 部里蹒跚的 七个自行车 出去打工 还挣钱给你吗 那个时候你 能忍心吗 现在是你正式学技术的时候 学做人的时候 他母亲本来想让他 在我们学院学习 但是我想啊 我会害了他 我让他去汽车学院学习 我就救了他了 是不是各位 我为什么救了他呢 在我们学院学习 只能学德行 学智慧 学德行 但是不能学技术啊 如果去汽车学院呢 又学技术 又学开智慧 圆满德行 你看这两全其美 两年以后 孩子就成才了 什么成才了呢 能为社会做贡献呢 能做有意义的事呢 所以我也呼吁啊 我们所有的职业技术学院呢 通通通都要来学习圣贤教育 落实圣贤教育 我们往社会上输送的都是社会上面有用的人才 其实干什么都能发光都能成就都能成才 都能成才 他成为成为成就我各位 他要把路修好 铺设一条人外的大路 让大家都能够上这个到上到这个大路上来行道 有没有影响全国呀各位 你看 说你在哪里面 在哪个层面上你都能发光 关键你要找到你自身的价值 各位有没有价值啊 那为什么不来发挥你的价值呢 来利用你的价值呢 怎么利用 肖养父母 奉侍师长 有爱兄弟 这就是你 利用的价值的地方啊 我们知道啊 现在 当前这个时代 是谁 支撑社会的时代 要知道 大家说 是不是80后跟90后啊 承认吗 好 我们要知道 逐渐成为社会中间力量的80后 离婚率 居大多数 这些社会的中间力量 他们的家庭身心中的问题 对我们这个社会影响是非常大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个资料 好 了解一下 根据西安市民证据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 2012年以来 西安市20到34岁的离婚人数 达到了11739对 占到离婚总人数的57.5% 80后的高离婚率 着实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 从2012年1月份到现在 我总共带了20几期离婚案件 其中80后的这个离婚案件 是占大多数的 下来也总共有十几期 裸婚 闪离 似乎成为所有人对80后婚姻观的评价 有人说80后是相爱容易相处难的一代人 80后刚刚开始他们的婚姻之旅 就遭遇了夫妻性人危机 家庭成员无法相处 金钱与家务管理混乱 各种矛盾与摩擦不断等等问题 最后所有的问题堆积成为两个字 离婚 他们其实就是说是因为原则性的问题 离婚的反而不是很多 都是因为一些家庭的琐事 双方没有及时的处理 比如有的在结婚半年 就是因为洗袜子洗衣服这些事情 最后闹得不可开交 80后 小小的争执都能点燃离婚大战 好 大家看到 80后90后呢 他们的学历呢 照比我们呢 以往那几代人呢 可能是比我们要高 但是呢 虽然他们说的教文化程度 知识水平挺高 但是他们的并不是智慧高 他们不会生活 所以说学弟子会干什么呀 有时间你们可以去参观我们的学院 参观我们学院呢 孩子们的生活 但是也不是说孩子们就现在做得很好 但是他们在做呀 我们要从德行上扎根 从养成好的生活习惯上开始 所以一个人呢 他有没有修养 他德行怎么样 就看他的行为 要看他的家庭 各方面都要看 所以我们现在孩子们不会生活 不会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 那么两个人在一起呢 能不能合吗 不能合 个人有个人的生活习惯 我们的生活习惯都很糟糕 怎么很糟糕呢 我们很晚才睡觉 不到深夜不睡觉 上网 玩游戏 聊天 家务事我们什么都不会做 自己 甚至自己的 衣服 房间都不会整理 你说我们的生活 有质量吗 所以我们大家要知道啊 从哪开始学 从哪开始教 我们学院里面的孩子们 他们的衣物是自己 自己整理 自己洗 床铺都是自己来 铺的 干干净净 整整齐齐的 虽然他们没有做圆满 但是他们每天都是自己这样做的 对 前几天有一个 我们放假了 学校放假了 有一个家长是从河南来的 他家里面呢 有三个孩子 有一个在我们学院学习 那么因为有个小孩小呢 就不能在我们学院里面住 他们就到外面旅店去住学 然后有一个同学就跟我讲 他说 他说 我太震撼了 我不是住广告啊 因为我们学院不招生 不是让那孩子去 我就讲 通过教育 孩子们就改变了 他们知道怎样来 圆满自己的德行 怎么来照顾自己 怎么来照顾别人 这个同学跟我说 他特别震撼啊 他说这个教育太好了 他说我看那个小孩啊 特别有礼貌 你看他有三个孩子 有一个孩子在学院里学成统文化的 那个孩子回来以后 照顾母亲 照顾弟弟啊 然后给母亲盛饭啊 早上起来叠被子啊 扫地啊 这些活都不用告诉他 全会做呀 那校在哪去立行呢 就在生活当中 不是你给父母拿回来几十万的 不是那个事啊 那个李同学 他说我 我孩子 我的孩子也想来这 他说我的孩子 我都教不了啊 这个这个学校 怎么把孩子教这么好呢 我说不是学校教的好 是圣贤教育 教诲的好 我们只是把圣贤教育呀 传授给孩子们了 那孩子们就找到自己的价值了 找到自己的位置呢 应该怎么做呢 所以孩子们也快乐 父母也快乐 那我们再看一个视频呢 关于中国人的幸福的 这是余丹老师讲的 我们来解密一个当下的现象 就是为什么在今天这个时代 成功都不再变得很奢侈 但幸福变为不折不扣的奢侈品 我们今天有很多成功难免苍脸 是因为我们是中国人 我们很多成功付出的代价 是失去了眼前里最亲近的 这些人的信赖和安度 生我养我的父母长辈 我生我养的儿女晚辈 或者学生们 再有就是周围相伴相随的朋友 一个人的成功可以建功立业 在整个社会国标上 但中国人的幸福 永远不能离开原理 所以我在西方 这个遇到很多记者提问 说你们中国人的信仰跟我不一样 我们有信神的传统 你们没有 你们的信仰是什么 我说开玩笑的跟他说 我说你看我们俩要是都摔个跟头 你本能的就是说 不 my god 我说我本能的就是说 哎呦我的妈呀 我说这就是我们的区别 我们中国人蝴蝶喊娘 这就是中国伦理的根基 余丹教授给我们讲 中国人呢 蝴蝶喊娘 这就是中国伦理的根基 那么可见得偏离了伦理呢 偏离了根本呢 那就偏离了幸福 所以我们回家的时候 第一个先喊谁呀 妈 然后谁呀 爸 大家说叫妈爸的时候 幸福不啊 幸福 大家都知道 这就是最幸福的 但是听一听妈爸的话呀 现在完了 现在回家是 给钱 叫妈爸不是那么幸福的 是见面就叫钱 天天生气 也不知道父母把你砸地了 所以说我们现在人 为什么不幸福了呢 没有以前叫妈爸那么甜了 东北人讲的 就喊妈爸也是粉之味 是不是 这不是那味道了 因为我们要求父母的多 父母要求我们呢 我们不愿意接受 所以跟父母就发脾气 要构建和谐家庭 或者人生幸福啊 就必须要找回啊 伦理的根基 学记里面讲啊 建国军民教学为先 教学教什么呢 教伦理 让大家懂得人与人的关系 把关系要搞清楚 应尽的义务啊 都能够做到 它就是教育 我们现在人 他不尽本能了 就你个人的本分事都不做了 所以这就 伦理啊 出了问题 那么五轮实义啊 就是教我们 懂得伦理 这个自然的法则的 五轮实义里面讲啊 父子 父持子孝 君 人 臣义 父义 父听 长 会 又顺 朋友 有信 个人把个人的义务 做到了 这个宇宙啊 就是和谐的 社会呢 是和谐的 家庭呢 是和谐的 真正是幸福美满的人生啊 从哪里来的呢 要知道 要想得到幸福美满的人生啊 从哪里得到呢 是 教出来的 这个教育啊 不是科学技术 是做人的教育 也就是啊 人性的教育 你看 三折经里面讲的多好啊 三折经就是人性的教育啊 人之初性本善 性相近 习相远 所以说这个教育啊 是性本善的教育 就本善的教育 我们现在把它搞得都神乎其神的 一学如是道参加 迷信啊 那么好 还搞成邪教了 有一些人不知道 就是性本善的教育 真给搞偏了 搞得神乎其神 我也希望啊 社会大众啊 一定要读圣贤书 就不会出问题了 远离迷信 远离邪信 邪教 那些都是害我们的 教你 教你行善积德 换句说 换句话说 说白话 教你怎样 做一个 如法的好人 哪有什么迷信 哪有什么邪教呢 但是你搞得 你学的不是做好人的 那又有点偏邪了 神脑倒里不就完了吗 你说地址归 那你说你是迷信的 但是真有人说地址归 是迷信的 还有人 还有人说地址归 是写法 那么说你不要学 那就是你不让人 做好人的 这样的人也 大有人在 所以说 幸福美满的人生 是交出来的 让我们回归本善的 把这个交好了 什么事 所有的问题 都解决了 这个交好之后 人人是好人 好人干的什么事情呢 大家要知道 好人 好事 我们小时候上学老师 就教我们要 做好人 做好事 做好人了 才能做好事 好人决定没有坏事 为什么 私无邪呀 你读圣贤书 老子教我们 私无邪 那思想没有邪恶呀 也就是说 没有害人的念头 没有自私之内的念头 老主中 三个字就解决 我们的教育了 从思想就端正了 没有邪念 没有恶念 没有害人之心 所以事事都是好事 这个做到之后 就是经典上讲的 日日是好日 时时日是好事 也就是说 我们成好心 说好话 行好事 做好人了 我们才能够 日日是好日 时时是好事 这个世间 没有好人 也没有坏人 只有受教育 跟没有受教育的人 这是真的 也就是说 知道跟不知道而已的 有很多的时候 我们对圣贤呢 望尘莫及 好像说 圣贤人跟我们 差距很大 我们成不了圣贤 所以我们就 说那圣贤书不是我读的 读我也做不到 所以我就不读了 我也不学了 其实我们一定要知道啊 你接受圣贤的教育 按照圣贤的教育去做 你就是圣贤啊 那是成圣成贤之法呀 那么圣贤人告诉我们呢 一念你 你就是凡夫 一念诀 你就是圣贤 一念自私的心 就叫凡夫 一念为大众的心 你就叫圣人 如果你念念为大众 各位你是不是圣人呢 是不是啊 是啊 有很多人生气 跟我说 怎么谁也不理我了 生气 我说你脾气大 心眼小 诗言说做事 表面看来是为大众 但是你心眼小啊 总放不下我呀 你怎么能受益呢 人知出性本善 你要回归本善 哪有我呀 你没有我 你没有自私自利心 你不就是圣人吗 我说你学的不是 是圣人的教诲 但是你学的是剩下的人 你剩下的 怎么剩下的 谁也不愿意跟你接触 你就剩下的 现在剩下的人多呀 你出门呢 家里就剩下一个 各位谁剩下的 你知道我 孩子吗 为什么 郁闷吗 愈症吗 那剩下的 为什么剩下的 不开通 所以说 你不学圣贤教育 你不开通啊 所以说 你心不开呀 开明啊 开就明了 明就是 智慧现前了 通达因果势力 什么样的因 什么样的果棒 通通都明白了 你能捕捉好人吗 现在是我们 糊涂啊 糊涂呢 圣人讲的叫 愚痴 这个愚痴的人 他做什么事呢 杀人 杀生 杀父母 堕胎就是杀人 杀子女 好勇 都狠 什么事都敢干 尤其现在人 以恶为能啊 我杀的多 我好像 很光荣啊 还有呢 就是 偷盗 偷盗是我们大家 很容易犯的 偷什么呢 偷钱吗 偷谁的钱呢 父母的钱吗 偷别人的钱 不是进监狱了吗 偷父母的钱 就是说父母不愿意给你的 你拿去了也是偷钱 我们不是光 不光偷父母的钱 偷税 漏税 侵吞公款 贪污 受费 他通通都是偷盗啊 偷盗 不是指拿别人的东西啊 拿别人的东西 也是偷盗啊 如果拿了国家的东西 国家的钱财呢 那是欠全国人民的债啊 所以说 教育教什么 这个五常 你遵守这个五常 五伦 八德 十善 你就是善人 好人呢 好人是教出来的呀 那不是天生就是好人呢 大家学 学佛的 读六炉弹经 那毛鲁齐真一僧 把六炉弹经都带在身边 总学六炉弹经 已故的华光丰主席 他是读金刚经 就金刚经的 那六炉弹经里面 我们知道 六炉弹能大师 他也是圣人呢 觉悟的人呢 他是圣人 是觉悟的人 他来要不要学呀 各位啊 要不要学呀 他也得学呀 那么他的老师 给他讲金刚经 应无所住 而生其心 他当下 就觉悟了吗 这不也是教育吗 他是圣人 他也要 有人教他呀 那我们的孩子 生下来 要不要教他呀 家庭教育 社会教育 学校教育 三家教育合到一起 就是德行教育 多重要啊 所以没有好人 没有坏人 只有受教育 根没受教育呀 人要真正的受教育以后啊 都能成圣贤 要知道 人知出性本善 本来就是圣贤 圣贤人就知道 本善本来清净呀 怎么样叫圣贤呢 彻底明了 宇宙人生真相 就是说 你验识你的真性了 老者讲的明道了呀 孔者讲的明德了呀 释迦摩尼佛讲的明心性了呀 他就是道德之人啊 本来就是 纯善的呀 本来就具足的智慧跟德能了 像我们每个人都会说话 都能走路一样 都会玩手机 都会上网一样 都会呀 这谁叫的 本能就是这样的呀 所以圣贤人告诉我们呢 你本来就具足圆满的智慧跟德能 只不过我们没人教我们 后天呢 没人教我们 我们迷了 我们不知道怎样来用我们的智慧跟德能呢 我们用干什么呀 杀生 杀人 杀动物 去杀生 杀动物 杀人 完了 我们的智慧跟德能起作用 害自己 害他人 危害社会 去偷东西 去偷东西 破坏 公共设施 顺人 顺人 利己 顺人 决定 不利己 所以偷盗 这种行为 决定是顺人 不利己 我们不能建立 妄议 再来呢 就是 要保护自己的身心 清静 我们要知道啊 重欲 伤身 人 要 摆脱欲望 摆脱欲望的 控制 你要能摆脱了这个欲望的控制 你不能被欲望控制的 那么这个 言语啊 人以理自信呢 这个言语 理就是 不言语 不邪淫 像我们现在这个邪淫 导致社会不安定 导致离婚率 导致犯罪率率 就是邪淫来的 什么叫邪淫呢 你成家立业了 你娶娶生子了 你就在外面找个小二 找个小三的 这就叫邪淫 邪淫 轻折 你的身心受伤害 身体受伤害 家庭受伤害 重责 败家呀 老主人教我们 那个仁义理智信呢 它是真的 这是五种常法 不变的呀 每个人都要遵守啊 我们现在家庭破裂了 不都是因为 邪淫来的吗 言语来的吗 老主人教我们 要借色呀 现在疾病很多呀 昨天我接待一个同学 大肚子 可怜的 就是那个 日本那个 同学 日本的同学 是中国的 是他吉林的 他嫁到日本的一个同学 刚才我讲那个事 他带他姐姐 姐夫 来我们学院 为了他孩子上学的事 我看他姐姐 这块 耳朵里一块 包着一个 白的绷带 很大的一个 大东西 我不知道里面什么东西 我手机 手机在那上面 你看都吓死你呀 所以说我们 一定要行善即得呀 人意理智信 这五条 一定也做到啊 不杀生 不偷盗 不邪淫 不妄语 不饮酒 就是人意理智信 要做到啊 他给我讲啊 我说你姐姐 那脖子怎么回事 跟什么包着干什么 他说我姐姐 遭老罪了呀 各位啊 这个 左侧这边 耳朵里一块 长了一个 大肿瘤啊 可要行善即得呀 他姐跟我讲啊 刚开始 是像斗队那么大 一个小包 小疙瘩 后来发展 哎呀妈 老吓人了 然后有味啊 你都不知道 他姐姐还在我身边 说话 就那个 腐蚀的味道 所以说 不是死了 受苦 是活着 老吓人一样 他姐姐跟我讲的 他姐姐杀了两年的猪 他姐每天卖猪肉 一天 一天要卖一个猪肉 把这个猪肉都给分解了 卖猪肉 他说这两年能卖三万头猪 卖肉二十多年了 杀猪是两年多 就是上猪场去 然后这个 就杀这个 那个就杀那个 杀了 就点点两年 然后呢 卖肉卖了二十多年 就每天咔咔咔杀呀 她姐说 海鲜吃老多了 然后 她这个大流着长的哈 哎 她说 那个杀猪不得翻肠着吗 翻肚着吗 哎 那个流着长的呀 就跟那堵着行 那大肠知道吗 那肥肠 那嘟嘟赖赖的那一堆东西 哎 就跟那一样 你要想看 我就给他发在上面 是怎么的 你看到 你看到就知道了 她姐会说的 哎 就跟那猪肠 那个那个大肠 粗的肠 那个一样一样的 哎 有的时候还像大虾 还像螃蟹啊 哎 她说 一念念经 忏悔 哎 就好了 一行善积德 就好了 要不然 就 每天长啊 说小就小了 说长就长 老大了呀 我看我才知道 什么叫 地域呀 刚才说 在下面 在上面 在哪啊 在心上 在身上 显现出来的 我在你 我手机有图片 我都不敢看 哎呀 我这 我学生前教育 我胆都 胆最大 胆小啊 你 你都不敢看 啊 所以我们要知道 哎 不能 啊 做邪淫的事 害自己 不能做杀生的事 障碍你自己 多痛苦啊 嘴歪了 嘴 啊 嘴都是立起来的一样 竖起来了 咋吃饭呢 你说 那真人 不像人一样了 特别痛苦 啊 那么 不杀僧 不偷盗 不邪淫 再来什么呢 不忘语 啊 忘语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假话 我们 我们最大的罪过 是什么 骗父母 啊 因为我们是 学传统文化 讲孝道的呢 讲孝道的 人一理智心里 没做没做到 你就不孝 杀生 偷盗 啊 好色 邪淫 妄语 说假话 骗人 骗父母 饮酒 吸毒 吸烟 这全都是不孝父母 违背这五种常法 叫五德 这种常德 五常是德 你就缺德了 多可怕呀 所以我们不能 欺骗父母 一个不骗父母的人 说诚实语的人 就不会欺骗别人 你看 所以我们人 要讲信用啊 讲信誉呀 现在我们看 我们讲不讲信誉呢 不讲信誉的 我们大家都 不讲信誉的 都说假话 骗人 我们坑的是自己呀 我看到一个报道啊 在韩国 举行 世界食品博览会 不知道各位看没看过 这个博览会的 一个资料 你们可以在网上看 这个食品博览会呀 韩国 日本 美国 很多国家 都是 他们的 展厅啊 都是 人来人往 络绎不绝 唯有中国的展厅 是 冷落无人啊 就没人去问经 那个记者就说了 为什么我们 中国的产品 无人问经呢 值得我们中国人 去反思啊 各位 是我们的产品 出了问题 还是我们国人的 心出了问题呀 什么出了问题呀 要认识你的罪过呀 罪过的是 我们的思想行为呀 各位 我们有没有影响到我们国家的民主的经济呀 说有没有影响到啊 你家东西再好 人家不买你 你卖不出去了 你上哪儿装外汇去呀 你没有不装外汇了 你这个生活环境怎么改善呢 你挣你兄弟的钱啊 你能挣你兄弟的钱吗 那么我们只能挣兄弟的钱了 外汇你挣不来了 为什么 你自己搞臭了呀 什么地沟油 山路 清安 美粉 老多了 但我们还宣传 有一些国外敌对司令 还给我们破坏 没那事还破坏我们 给我们故意造谣 搞垮你的民族 那个 这个 蜘蛛企业 搞垮你的龙头企业 他们在坏我们 我们自己还坏自己 真的不能好吗 你说 我很担忧 谁让我学顺贤教育的 信无所助的 但我也很担忧啊 各位你们有没有 忧国之心呢 说有没有啊 你学了半天 没有忧国之心 谁跟你说啥呀 要有忧国 忧家之心呢 这个意思啊 我们不是这一代人就完了 就断代了 不是 还有子孙后代呢呀 我们现在不讲 仁义理智信 不讲信用了 没有诚信了 就骗人 谁跟你交朋友啊 为什么说你扫出国 丢人去 有个同学给我 给我发信息 说 你能不能救救救我同学呀 我同学在哪的 在马来 在那个 在那个 新加坡呢 我说 在新加坡 咋的呢 回来呗 要回去就回来呗 他说回不去了 我怎么回不来了 被抓起来了 他说不是 护照被国家给扣了 被新加坡的国家 新加坡的国家给扣了 我说为啥扣点护照啊 找大使馆呗 他说不行 找大使馆也解决不了 为什么呀 他说 他违反了新加坡的法律 就五年不让你回去 不给你护照 各位 你没有护照 你在新加坡怎么活呀 你也回不了国 你看人家法律制裁你 为什么制裁他呀 因为他上新加坡去 照假去了 照什么假呢 卖假名牌 都卖到新加坡去了 说人家国外呀 非常讲诚信 一就是一 不能说成二 我们是没有都说成有 零都说成三了 骗人 妄语就是骗人 还有呢 就是两舌 两舌就是挑拨四非 当东说西 当西说东 再来就是恶口 恶口就是骂人 所以学生贤教育了 我们要提高我们的道德数字 不能骂人 不能说假话 不能挑拨是非 不能花言巧语 这是我们这个嘴巴 说做的恶呀 再来呢 就是 饮酒 地质规里面讲的 年方少 勿饮酒 饮酒 最最为丑 喝酒 喝多了 就是丑态百出 喝酒喝多了 就会照杀生 偷盗 邪淫 妄语的这些罪恶 尤其现在 吸毒 有很多人 他不是想犯罪的 都是酒后 无德 做了恶了 犯罪了 有很多是酒后失身的 有的男的 悲女的灌醉的 酒后失身的 然后 要求你 你强点我了 完了 不跟你联系也不行了 被人控制了吗 这老主人讲的 都有道理的呀 男的女的 都不要饮酒 饮酒 罪最为丑啊 饮酒就 影响我们身心健康 影响我们的事业发展 影响我们的 道业成就 影响我们的社会安宁 尤其是开车 更不能饮酒 为什么要人命啊 饮酒 吸毒吸烟 我们都不能做 通通都是 补效的表现 所以我们要来接受啊 这个圣贤的教育 那么 何为教育呢 教的本意是 掌善就失 失就是过失 欲是养子 使作赛也 如何来拯救你的过失 要听懂 整个教育就是来 拯救我们的过失 我们拿经典来对照自己 有没有过失 有过失 马上要改变过来 然后 如何增长我们的善心 善行 这是教育啊 你看我现在有过失了 谁敢管呢 谁敢教育你啊 你改不改啊 你愿不愿意接受这个教育啊 你想不想好啊 这是个最重要的问题啊 我们现在是不愿意接受这个教育 不想好 谁都没办法 那刚才 一个义工老师还给我磕头呢 给我吓坏了 磕什么头啊 说救他儿子 儿子怎么的呢 大学毕业了 在家里不能说话 不跟他母亲沟通 妈整天想着儿子 怎么样儿子能够心情开朗 快乐 吃得好 住得好 但是儿子不跟你沟通啊 那他那时找我 我说你让他来呀 你不来我跟谁说去呀 你教育得跟对面说呀 他说不来 不来 不来没办法 就是说你不愿意接受这个圆满的智慧的教育 谁都没办法 所以今天来的各位 大家是不是愿意接受这个教育呀 是啊 那你就有救了 你的孩子有救了 你的长辈有救了 你的家庭有救了 大家都来听了 这个社会就有救了 我们得让 圣贤救我们啊 掌善救师啊 把我们的问题都找出来 把过失都修正过来 我们都要做修行人 叫修道的人呢 修道的人 他行善 积德呀 那么教育呢 是上行下效 最重要的手段呢 还是身教 孩子从小 做父母的 就做出好的榜样来 他在旁边 看着就学会了 所以说小孩啊 从小他不会骂人 你看一看小孩 从小来以后 为什么都会骂人了呢 各位谁教的呀 就夫妻教的呗 两人没事就骂账 孩子全学会了 还没有学会爸妈的时候 就学会骂人了 但是现在孩子们不会骂人 听懂没有啊 我久得 现在的小孩 像我们幼儿园的小孩 他不会骂人 为什么 父母都提升境界 都学传道文化 哪有骂人呢 所以孩子都不会说张话呀 不会说带张志的话 因为他没听过 父母都学圣贤 都做圣贤了 孩子也跟你潜移默化的 就学圣贤 也做圣贤了 真的 你看我们学圣贤 我救过一个小孩 大连的同学给我 几年前给我联系 他说有一个小孩 你救不救 我说咋的呀 他妈现在怀孕了 怀孕这个小孩吧 还是无主的 我什么玩意无主的 他说就是 他没爸爸 我说没爸爸 他妈跟谁怀孕的呀 不知道跟谁怀孕的 把这怀孕了 然后呢 现在 这妈妈说 这孩子不想要了 上来以后 想给你 让这个孩子 接受圣贤教育 做有德行的人 你要不要啊 我说那没人要了 我就要呗 现在这孩子 三岁了 各位 三岁了 你看 在我们学院里面成长的 有礼貌 见面行礼呀 他行礼可真正 你知道吗 有时间你去 我带你去看 真的你跟他都能学到东西 特别有礼貌 他给你行礼呀 九十度的 都要扣头了 小孩他身体软呢 他行礼都扣头了呀 那是统真呢 是真的 然后每天要上课的时候 他举个牌 带着大众 他前面走 你看 领队的 说我们有什么 资格不好好学 能不能教好 只要你做好了 孩子都能教好 所以呀 父母啊 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所以要给他做好样子 这真的与实质不相干 与读书不相干 你看我父母 我没文化 我妈 没文化 我爸也没文化 但是我们兄弟姊妹呢 虽然说 没有什么做好 社会的典范呢 但是 都还可以 至少我们家里面 兄弟姊妹 还没有离婚的 也没有今天打 明天闹的 还没有 就是我们 兄弟姊妹的子女呢 各个都是 挺本分的 要是要看大 全面来说呢 都是 能够遵守孝道的 所以说 这就是我父母 没文化啊 那他怎么做的呢 我爸特别政治 我爸这个人特别政治 他的思想里面 没有一点染污 没有一点邪恶 真的我们就说 我父亲影响的 他一就是一 二就是二 不会把一 说成二 那不是 我没看见 我爸偷过东西 我长这么大 没看见 我爸偷过东西 就是生产队的东西 往外偷啊 什么 没看过 然后我妈呢 就特别厚道 就是 我家里面 我小时候啊 那我爷爷 还在世的时候 其实我们家里面的 家伙特别阳格的 你说 吃饭的时候吧 我爷爷先吃 我爸爸先吃 然后我问 最后是我妈 我爷爷和爸爸 总吃好的 我小时候不理解 什么蒸鸡蛋糕啊 吃豆腐什么的 那时候条件不好啊 他总吃好的 干什么呀这是 你要吃 但是过年过节 分的好吃的 要给我爷爷 跟我爸爸很多 我们都不懂了 各位 什么意思啊 在饮食上面 也要做到 上敬 恭敬啊 下来 要慈爱呀 我母亲是最慈亏的 你知道不 她最后吃 她吃的都是剩下的 最不好的 吃鱼啊 那就是吃鱼翠呗 炸鱼翠呗 鱼肉都被我们给吃了 真的就是这样的 那她做出好样子来了 我们做子女的 是不是面面不忘 母亲的恩德呀 所以父母是做出来 给我们看的 尤其是我父亲呢 真的 我做这个儿子 也没做好 因为我想要 做大家的儿子 就不能光管我自己的父母 我要做辽宁人的儿子 做中国人的儿子 我每跟大家来分享一次 我就是来敬孝的 来敬孝的 我记得我爸妈 我的父亲呢 我们小时候真的 兄弟姊妹 好几个 七八个呀 像小虫子一样 每天都要吃的呀 那个时候条件不好 我爸爸呢 他是 四业单位 企业单位的职工 就是 辽美公司的 一个职工 你知道我爸爸上边 一天得走多远的路吗 要翻过三座山 各位 早晨出去回来 要翻三座山 一个月正九十元钱 养活我们全家 然后我母亲 又要教育我们 又养育我们 还要照顾我姨姨 所以我们看 我们非常珍惜 我们现前的生活 所以我们家里紫盒门 没有一个铺张浪费的 就是勤俭 持家过日那种 都是那种 就现在我现在 我也没有说 我今天去饭店 点几个菜 喝一瓶啤酒 没有一次 那么我不会生活吗 从来没有一次 在饭店点很多菜 大吃大喝没有一次 为什么 教育的问题 父母给我们 做好样子看的 我们就保持了 父母的传统的理念 你说我们能不好过吗 各位 有坚定的 有坚定的道德 做支撑 有严格的家教 做保护 要好的父母的典范 做样子 我们的子孙 都能成才 我们的家庭 都能幸福 我们的社会 都能 真的能和谐 世界能大同 需要我们大家 共同来努力 我们做长辈的 没尽到责任 没把子女交好 回去以后 向子女忏悔 好 敢不敢忏悔 敢吗 好样的 为什么要向子女忏悔呢 你没教好她 说妈错了 妈没有教你学圣贤教育 妈不懂得孝顺父母 妈以前总讲你奶奶 你爷爷的坏话 所以说现在 把你的心理造成了伤害 你对母亲厌烦 因为妈跟你说话的时候 不是你姑啊 就是你子啊 就是你爷啊 就是你奶啊 不是钱不够用啊 就是你爸无能啊 请讲这些 所以说你心理受伤害了 妈知道妈错了 妈以后再也不讲这些了 妈要做一个孝顺的媳妇 孝顺的女儿 做一个合格的妈妈 希望孩子能原谅我 回家忏悔 好不好各位 最后一点时间 我们来看一段视频 爸爸妈妈我做了 爸爸妈妈妈我做了 当我在学校里读书的时候 当我打开作业本的时候 有一个声音 在我的耳旁不停地响起 那是爸爸妈妈慈爱的声音 那是老师交集的声音 那是每一个爱我们的人的声音 他们说着相同的一句话 孩子啊孩子 好好读书吧 将来会有用的 孩子啊孩子啊孩子 好好读书吧 将来会有用的 可是 我却当成是耳边风 觉得我还年轻 觉得我还有时间 却不知道 我们敬爱的周恩来 周恩来 周恩来 他在很小的时候 就知道 为我们征华着 绝脚读书 如今 孩儿学习了 圣贤的教诲 才知道 我错了 我浪费了太多 太多宝贵的时间 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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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次发愿 为王上记绝学 为万事 开太平 爸爸 妈妈 我错了 我和哥哥 三岁期 就是由爷爷 省吃 俭用 把我们哥俩 拉扯大 对一个老人 是多么不容易啊 可是我却在家 掏爷爷的血汗钱 我真是不孝啊 看见爷爷 您生病了 一趟就是三天 一点力气都没有 我真的好心痛啊 我怕您 这一趟 就再也起不来了 而我 还没有报答您的深恩 再次 希望爷爷 一定要健康快乐的活着 给我一次改过的机会 妈妈 你虽然在我很小的时候 就离开了我 但我一点也不恨您 因为 您是我的亲生母亲 没有您 我就不能来到这个世界上 没有您 我就不能接受圣贤的教诲 感恩您 我和哥哥 一定会努力学习圣贤文化 你抱他 你把他神 爸爸 妈妈 我错了 你们千里迢迢 把我送到一个能够成圣成险的地方 不过 我却不珍惜 还是不改 我的毛病 习气 老师 家长 要把我救回来 可是毛病习气 在拽着我 我一步一步的向前冲 毛病习气 一个个被我击败 还有三步 还有两步 还有一步 成功了 我终于 走向了回家的道路 感受到了家 的温暖 而这回家的动力 来自于所有付出的人 感恩你们 感恩一切 爸爸 妈妈 我错了 你们一打我 我就生气 一生气 我就偷钱 一偷 就偷了四年 又偷了的钱 拿去天天上网吧 夜夜不归家 牵扯着妈妈的心啊 我看不见妈妈的心 再流泪 再流血 因为我的内心 被热汗所包围了 而我却看不见 你们对我十几年来 还去入口无私的付出 我再不是人 妈妈 其实其实 其实其实一般 非常有爱心的爸爸 爸爸 你也是一个勇敢 坚强的爸爸 我希望爸爸 妈妈 你们能够和好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我现在每天都在 学校的温生间里 附着洗车所 越洗越干净 越洗越开心 我以前认为厕所非常肮脏 现在我发现 比厕所刚才洗的 是 我耐心 毛病的坏 毛病 坏洗击 从此 我每天努力清洗我的毛病 洗击 做一个对国家 有够强的人 爸爸 爸爸 妈妈 我错了 好久没有联系你们 最近在家还好吗 希望你们多做好事 多给爷爷奶奶打电话 写信 因为我学习了圣贤的教诲 才知道 我们现在 家的灾难 障碍 都是因不孝引起的 主事不顺 因不孝 这就好比一棵大树 爷爷奶奶是树根 爸爸妈妈是树根 而我们孩子 就是树叶花果 如果我们不孝顺自己的父母 就是在断自己的根啊 爸爸 妈妈 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学习传统文化 从此 做个健康 快乐的幸福人 爸爸 妈妈 我错了 过去的我 觉得老师 很烦 很啰嗦 还专挑我的毛病 和我对着干 却不知道老师 是要揪着我的坏毛病 没当我在玩的时候 却不知道老师 还在办公室里面 避开了全班同学的作业 没在灯火熄灭的时候 却不知道老师 还在他们宿舍门口 默默守候 过去的我 没有体会到老师也是人啊 在节日里 不能去看望自己的父母和孩子 而是和自己班级的孩子在一起 我每个人都有两个妈妈 一个是给我们生命的妈妈 一个是给我们人生智慧的妈妈 我想老师妈妈 是以最崇高的建议 老师 妈妈 您辛苦了 我爱你们 做了 妈妈 我做了 我要让我的一生 靠大父母神 保向我伟大的祖国 祖国 好 今天的课程就到此结束 非常感恩我们 南南省政府 还有沈阳市政府 各地领导 对我们论坛的大力支持 也非常感恩我们主办方 还有罗杰会长 所有的义工老师 还有家人们 给默学一次机会 来到这里跟大家学习 那么默学是学生 跟大家一样 可能我还没学好 向大家学习 向圣贤学习 这不足的地方 我们就要向圣贤学 取长不短 像刚才我们这些海人 他们想的那样 找自己的错 改自己的过 让自己做一个圆满道德的人 感恩各位 我们大会的主题呢 就是弘扬传统文化 做有道德的人 大家都知道 什么是道吗 谭老师也讲 大家首先要知道 你不知道 你就不知道怎么样去走 是不是 什么是道啊 其实呢 很简单 就是自然规律 就是道 老祖宗告诉我们的 都是一些自然规律 他本本 圆圆在在的 就是在那里的 我们就是不知道 自然规律是什么 比如说 我们现在穿短袖 夏天 冬天 我们穿棉衣 这就是自然规律 如果你违背了自然规律 那么 你一定要受到惩罚 身体上 有病 或者是你各个方面的 就会不顺利 这是必然的 所以说我们知道了以后 还要怎么样啊 去行道 去行道 怎么去行道呢 谭老师给我们讲 首先呢 我们要从孝道开始 我们要去尽孝 我们这一代人 可以说呢 上有父母 下有儿女 我们要上行下孝 我们做好了 是给儿女做榜样 我们做好了 是为我们的父母亲 去赔福 是不是这样 父母 首先要做到词 儿女 才能做到孝 所以说 父词 子孝 你看 谭老师讲的这些 没有离开 什么呢 五轮 没有离开五轮 所以说 谭老师说 让大家敦伦 敬奋 谭老师这里边 说的非常的好 就是我们孝经里 有一句话 如果说你不爱 自己的父母 不爱自己的家人 你去爱别人 那么这是背道的 这就告诉大家什么呀 我们首先要敦伦 敬奋 敦是什么意思 就是和的意思 你看谭老师 今天一上午 我听了 他最重要 就给大家讲 要什么 要和 辽宁人要和 我们每个家庭人 要和 我们首先要和 我们才能尽到本分 本分 就是你是什么角色 你就要做好 你的角色 有能力之后 我们再去做别的 所以说 首先要大家敦伦 敬奋 我们一起努力 再次把感恩的掌声 送给谭凤涛老师 谢谢 一上午呢 在这里 我们坐无虚席 也非常的感恩 所有的亲人们 感恩我们家乡的父老 是你们呢 自觉 是你们的支持 与关爱 才有了我们今天 这样好的会场的秩序 把感恩的掌声 再次都送给所有的家人们 感恩你们 感恩 感恩 感恩